倆國寶院士 撞上張大錘 不由分說就動手 肋骨蛇立堆 上海市政射擊萬 大門血案悲催 歌喉緊隨江文華 黨官嚇得尿衰 滴滴登陸美股 一尊網寧眉 立馬下架APP 遇刺封號 賣國賊 啊 快人快語天下事 京腔京韻 老北京 各位茶友 各位觀眾聽眾 大家好 歡迎光臨歡樂醒腦的 老北京茶館 品小鼠茶聽大實話 我是劉卓 我是李政 首先跟大夥 尤其是大陸茶友宣布一個好消息 一直遲遲沒跟大夥匯報的 大陸茶友訂閱茶館會員網站 也就是訂閱希望之城網站的安全方法 來了 安全方法我先跟大家簡單說明一下 在這之後我們會在提要說明和置頂留言的第一條 詳細給出您安裝指南 沒錯 是這樣 希望之城跟澳洲的科技公司叫網門合作 研究出一套安全方便的訂閱方法 大陸網友只需三步您就可以 對非常簡單 第一 如果您用的是個人電腦的話 可以安裝網門的軟件 如果您用的是手機 可以安裝環門的手機軟件 網門和環門 對其次註冊一個網門或者環門的用戶 第三您就可以用微信或者PayPal支付了 就可以訂閱希望之城會員專項內容 總共分三步非常簡單方便 而且無論是蘋果手機還是安卓手機 無論是華為 OPPO Vivo等大陸的手機 只要點無視風險繼續安裝 都可以順利的安裝使用 沒錯 詳細的安裝指南就跟節目的下方 請大陸茶友們看仔細吧 也非常感謝軟件開發者們 為大陸同胞翻牆看世界付出的努力 確實非常感謝 行了 咱們這期節目上線的時候 港澳台還有大陸已經是小暑節氣了 北美地區名也是小暑節氣 這天真是越來越熱 北半球茶友們 無論您跟家還是出門 千萬注意避暑 劉卓關心茶友們身體健康的 那可不嘛必須的 確實需要注意身體 趕熱天消暑納涼非常重要 建議大夥多吃西瓜多喝茶 綠豆湯也多來茶館聽段子 真是好主意 說到天熱最近里熱你發現沒有 什麼呀 這天一熱人的火氣也大多了 嗯發現了 最近好幾個大新聞 都跟火氣大有關係 發火容易惹事氣大容易傷身 脾氣一上來廣兩那麼多呀 可不 而且你發現沒有 六卓 現在的人發的火越來越大 後果越來越嚴重 怎麼個嚴重法啊 輕的斷你財路 重的斷你肋骨 再重的斷你咽喉 鎖你性命 你那等會兒吧 這越說越嚇人了 天熱發火 拌幾句嘴也就算了 您這又斷財路又斷肋骨了 這天那麼熱您就要嚇一身汗 呃沒那麼打算 不過要客觀上真能嚇出一身冷汗來 倒是也涼快了 出汗敗火呀 沒聽說過 出熱汗敗火 出冷汗 活著讓風刺罩再發藥子 這你給治啊 我這麼嚴重啊 我說什麼呢說半天 趕緊的吧 給大家伙道個歉 解釋解釋 就說我剛才這言語走板了 是因為天熱中暑所致的 哦中暑 熱糊塗了 對熱糊塗了 以至於大腦臨時斷篇 舌頭突然半蒜 口無遮攔胡說八道 請大家盡情鞭打 等會兒吧 鞭打呀 拿鞭子抽真解恨哪 鞭去吧你 怎麼這就急了 這還不急呀 您跑我這解恨的來 盡情鞭打 我這皮鞭子不沾涼水 那不就完了嗎 不沾涼水也不行 好傢伙還想沾涼水 這人事真這麼多 鞭子不沾涼水都不讓抽 不讓抽 暈菜這位橫樹要抽人 是不是剃光頭的下手全這麼狠 當真事了李正 放心吧我這跟您開玩笑 這玩笑開有點大呀 沒發現吧李正 下手狠的還真不一定剃光頭 別忘了那句話 咬人的狗不叫 真正的殺手都很低調 這知道 剃光頭的不一定全是黑老大 有可能腦袋長獅子 沒有就是塗涼快 塗涼快 行了 光頭已經正式洗脫了罪名 洗脫了污名 剃光頭的好人也很多 一頭繡髮的也有心狠手辣的 潘金蓮 潘金蓮說的是不是 嗨您說潘金蓮幹嘛呀 不是一頭繡髮下手很辣嗎 也跟這兒等著呢 沒說他 雖說潘金蓮潘美人是一頭繡髮 心狠手辣 罷他 我說的這位下手狠 但是跟潘金蓮一點關系慕有 噢一點關系慕有 慕有 愣找關係呀 興趣也能找點關係 這名字中間都有個禁字 行了甭讓我們猜了直接說答案吧 習近平 一尊習近平啊 冤野 甭冤野了 那叫中間有個禁字嗎 那不是禁嗎 禁平 噢 禁平 嗨 僅僅禁一回事 都逃不出胡來佛手掌心去 嗨這位倒有的說 那你就說說吧 這一尊習近平怎麼個心狠手辣法 前兩天特別熱的有個事兒 你肯定聽說了 滴滴被下架 這事兒太知道 網上都討論翻了天了 都說了共產黨突然左腳踩右腳 這意思是精神出了問題 這滴滴大車剛跟美國上市 在國內就被下架APP了 這怎麼回事兒 怎麼回事兒啊 事兒大了 老假您先給大夥簡單回顧一下 行 其實這事兒本身特別簡單 說說 最近各大媒體紛紛報導 中共黨國的互聯網公司滴滴出行 在6月30號這天 登陸美股上市的 引起了廣泛關注 廣泛關注這得討論 結果好 7月5號 中共網信辦突然扔出一則重磅處罰令 宣布了 在眼睛血亮的人民群眾的舉報之後 經過有關部門的嚴格認真 一絲不搞的檢測和核實 滴滴出行APP 真真切切如假包含的存在 嚴重違法違規收集使用個人信息的問題 砸了一石上 故而經黨爸黨媽兒徹夜商量 爸媽全出來了 外加蔡丁殼 最終決定依照網絡安全法相關包裝規定 包裝規定 發布了重大通知 應用商店立即下架 滴滴出行APP 滴滴出行立馬嚴格按照法律要求 和有關標準要進行整改了 不好 滴滴要涼 緊接著 滴滴出行幾乎已迅雷不及掩飾到零知識 立馬認同 10萬火機回應說了 我們堅決落實相關要求 嚴格下架整改 7月30日我們就開始暫停新用戶註冊 唯一溜滴火口 就是已經下載DDAPP的用戶還能正常使用 乘客出行司機接單 目前尚不受影響 滴滴在美國剛剛上市 這好就被黨腰斬這事兒了 好多自媒體已經密集報導和分析解讀了 咱跟這就不再細說了 要不這麼著吧 李正恩您能不能說說您怎麼看這事兒 簡單點說 簡單點 行行行 最簡單一句話就可以概括了 怎麼說 習近平砸重拳打擊滴滴 就是因為定於一尊 這權威被無視了 必須殺雞儆猴 夠簡單的 按照時政評論員唐紀遠先生有個說法 這麼說的 這滴滴出行基本上就是中共很多重量級的太子黨家族 聯合了國際資本巨頭扶持起來的巨大平臺 這些太子黨無論是歸屬江派還是團派還是豬派 似乎都和習近平不跟一條團上 都不是一條心 這就是問題所在 大夥可以想像一下 習近平要的是在中共黨國體制內絕對權威 至少名義上得不可撼動的話語權 誰敢公然挑釁 無視這種權威核心地位 一定會被習視為不可饒恕的冒犯 殺之滅之 祭其鼠威 是的 就這事大外宣已經毛毛雨開下了 這麼說的 中共監管部門早就反覆警告過滴滴高層了 你別去美國上市去 這不是針對你們滴滴出行一家公司 這是我們政策的方向 有人親自指揮呢 結果滴滴愣沒理黨那胡子 頂風作案 趁人一尊人欺一沾沾自己念稿 敲聲了直接去美國把這市給上了 這不明白等於拿一尊的警告當空氣 玩仙斬後奏 你拿我沒轍嗎 太子黨一邊上市 一邊還男女生小合唱 生米已然成熟飯 親上加親 誰也管不著 給人類命運共同體體長來一燒雞大窩窩 您說這挫火不挫火 這一尊能受這窩能氣嗎 既然滴滴趁一尊睡覺的時候摁喇叭 繳了好好的一中國夢 一尊表示 我非常樂意成全滴滴這幫催本 讓他們牢牢記住誰才是老大 反正這一尊絕對可以做冠冕堂皇 滴滴咱美國上市 股東的各種資料信息 全得讓美國人一王大盡了 您這是公開借上市往美國送情報的 不拿你們當叛徒漢奸賣國賊抓 已經很給你們面子了 我這罪鍋大的 哎呀怎麼樣 這一尊脾氣夠不夠大 下手夠不夠狠 那是絕對狠 美國人瞭解這新動向 行了這支新股票 您給亮起來了曬乾了為止 老美直捕胸口 這好傢伙差點買了一非法企業的犯罪潛力股 白白吧您 犯罪還有潛力股呢 一尊也有的話說 說給滴滴的 不打的你們疼一輩子 不知道我馬王爺三隻眼 這回徹底明白什麽叫發小火斷財路 這還是慶的呢 慶的慶的都這樣 那您說說這重的能什麽樣呢 簡單 你的肋骨就全都保不住了 啊這全都保不住了 抱歉啊不準確 不是都保不住了 多少也能給您留幾根 還留幾根 您當然是吃牌過來了還留幾根 嚇死寶寶呀 行了咱說說這個重的吧 斷你肋骨的故事 那趕緊的吧 說的時候您下嘴輕點啊 這位真來吃排骨來了 行了趕緊跟我們說說 這樁陪了院士又折排骨 不不又折肋骨的發火故事吧 行行行說說這事啊 這消息在媒體上已經刷屏了 我選了一個最生動的標題 跟大夥分享大夥聽聽啊 自由亞洲電臺4號快訊 中國航天黨委書記 痛歐兩國寶級院士被停職 忒有戲感 啊不對忒有畫面感啊 是不是有種辣眼的趕腳 絕對辣眼 這麼著我簡單履履這事的後果前因啊 後果前因倒序 履履吧 我按這個最新報導的線索說 7月4號這天大陸媒體爆出個消息 痛歐兩名國寶級院士的 中國航天投資共股有限公司的黨委書記董事長張濤 在事發一個月之後被停職調查 補充一消息 按5號平安北京朝陽的消息說 綜合事實認定和青商二級的司法鑑定意見 朝陽公安分局已於昨日晚宣布 已依法對張某行事拘留 得這橘子成避風堂 避風堂避風頭再說 與此同時中國航天科技集團有限公司黨組 在4號做出了對張濤暫停履職配合調查的決定 中航科技高調的表態 支持公安機關依法處置絕不顧惜 雖然中共公安機關航天部門都做了緊急止血的表態了 不過這動作未免來的有點晚 整整事發一月之後都已經 這一整個月的權力要辦 讓中國網友全都給氣炸了肺了 咱們先認識兩位國保級的院士 被張濤痛歐以後相繼住院 並一起開始懷疑人生的兩位院士 分別是在2014年獲得國際宇宙航行科學院 頒發馮卡門獎的吳美蓉 吳美蓉是個女院士 85歲的老太太 應該算是太陡級人物了 業內的頂尖高手 另外那位也厲害 16年入選國際宇航科學院 IAA院士 17年當選主席團成員55歲的王晉年 55歲就成國寶了 科研上面這歲是正當年的 以後前途簡直就是打搭的 航空拳王張濤表示 什麼前途打搭的 在我這先得給你來個拳頭打搭的 夠凶殘的 給大夥還原一下張濤全打兩院士的威武現場 這趕上全打正關係了 按中國航天領域內部的人士披露 6月6號下午 張濤邀請85歲的院士吳美蓉到公司訪問 為了給自己一步邁進院士門檻掃清障礙 這真成障礙了現在 現在成障礙了 吳美蓉也不知道出於科學上的嚴謹精神 需要其他院士幫忙一塊考察做判斷 還是為了幫助董事長再拉一個墊背的 幫忙說情形 總而言之吳院士邀請了55歲的王院士 王俊年一塊參加這次考察活動 這才叫緊趕慢趕趕一正著 王院士可能命裡真該有這坎 考察結束得請兩位吃飯 一到飯桌上進正題 張濤提出 我今年想申請國際宇航科學院院士 請兩位院士提拔提拔我 幫幫我 這老太太吳院士肯定沒說的了 張濤主要爭取目標是王院士 也巧了 這王院士認真勁上來了 委婉表示 我跟您初次見面 還不怎麼了解呢 以後啊這樣吧 咱們再深入了解以後我再幫忙推薦不遲 等於婉言拒絕了 茶友們該扶牆的您扶牆 吳打片要開始了 就醜張濤火冒山賬突然發作 跟王院士惡語相向 最後乾脆撸起袖子加油幹 直接動拳頭了 讓王院士嚐著他那大拳的什麼滋味 85歲的吳老太哪見過這陣仗啊 當時就嚇懵了 站著驚驚申請緊急退場呀 我緊急著往下說啊 當天晚上十點半左右 張濤和幾個公司的下屬 送兩個院士回王晉年北京的住所 王院士進電梨之前 張濤通背後一腳把王院士踹倒在地了 又開始暴打王晉年 老太太吳美蓉過來拉架 被張濤不止一次推倒在地上 在這之間 張濤還把王晉年從電梯裡震出來 一通暴打狂打一通 兩位國保院士被打的呀 真快成國保了 倆黑眼圈跟熊貓似的 老伴都不認識了 根據媒體報導說 這兩名院士被送到醫院以後 吳美蓉被診斷是什麼呀 胸椎輕度壓縮骨折 腰椎滑脫 王晉年則是多處肋骨骨折 全身多處軟組織損傷 您瞅瞅瞅給打的 按照警方的說法是什麼呀 兩名院士目前一個是輕傷 另外一個還在鑑定中 鑑定了 到目前為止 兩個人還都跟醫院裡邊住著 其中85歲的老太太吳院士 因為受打擊有點大 情緒特別不穩定 經常說是傷心的痛哭 老太太受的刺激太大了 不是有點大 咱們花開兩朵各表一枝 就在兩位院士分別躺在自己病床上 呲牙咧嘴不停哼哼的時候 那位打人英雄航天拳王張陶正翹二郎腿 做第一排領導席上 收看七一百年慶典那直播呢 打人兇犯逍遙法外整整一個月 還不光逍遙法外呢 7月2號那天 集團下發一通知 希望廣大黨員幹部 不要散播和傳播這事兒 嚴守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 上綱上線了 7月3號那天 航天投資控國員公司還發了一個情況說明 一通譴責謠言 之後編故甩鍋 幫張陶往來使勁玩命宅 說了 網上文章內容與事實嚴重不符 就餐期間 王晉年不斷侮辱國家 五萬橫天 張陶出於義分與其發生爭執 參後的張陶親自送吳美容回家 再次和王晉年相遇 雙雙發生口角和衝突 千言萬語一句話 張陶挺身而出保護國家榮譽 值得減讚 王晉年反動分子大壞蛋一個 錯誤全是他一個人的 這回徹底明白了 院士應該怎麼選 誰這拳頭大誰就機會多 拳頭的拳也是權力的拳 還真是啊 這叫權力的傲慢 咱們外行人把那些專家院士看的神聖不可侵犯 黨官們可是另外一回事 專家我上台階就墊腳石 權力的傲慢那是肯定的 這是又一個典型的我爸是李剛這事件 有知情人就說了 張陶雖然級別不高 但是他的背景和手腕非同一般 張陶是誰呢 是中共所謂開國上將張宗遜的孫子 中央軍委副主席張又霞的侄子 另外張陶的爸呢 張新霞相對比較低調 但是在橫天口裡擔任要職 於是把他兒子安排提拔進去了 爆料人劉先生就說呀 張陶是個不學無數的官僚 職務級別不是太高 但是呢 也就是正處級或者副局級吧 但是非常有手腕 而且會撈錢 極愛面子 混在這事 想附庸風雅搞個院士 於是拖人推薦 那個王晉年院士拒絕他的時候 話說的有點直白 讓他感受受到了羞辱 因此借著酒勁開始杜手打人 有權有勢有背景的人 看見他們眼中那韭菜 肯定壓不住火 這是中共官場的常態 對 中共保護官二代那是肯定的 就怕當爹的那輩人 萬一他們要火拼打成一鍋粥 結果就不好說了 頂多爺爺幾個一塊進秦城搓麻將去唄 那頂多了還能什麼樣 匿名消息人士透露 說這事本來已經被張又霞、張新霞倆兄弟 以七一建黨前 不移破壞航天系統和國企形象 為理由找關係給壓下去了 罷他 七一之後又被人給拽出來了 應該涉及中共高層權鬥的事兒 要不是那麼大背景 哪個媒體他敢登啊 就是啊絕對有背景啊知情人說了 張宗迅和習仲勛是一派系的 張又霞自然也被習近平所倚重 能把這事捅到受嚴格審查的國內媒體公開發表那人 背後一定能量不小 目的絕對不僅僅是給張又霞找麻煩 目前在輿論風口鬧街上 張濤不得不被轉刑事拘留 警方通報這麼說的 張濤多次踢打毆打王晉年 其間吳美蓉在勸阻過程中 因被張濤拉拽碰撞兩次倒地 不好辦了說這麼詳細 反正我估摸著老張家跟航天系統那些頭頭腦腦腦們 肯定盼著趕緊出個別的事兒 把網友們的注意力趕緊給轉移走吧 然後開始金蟬脫鞘暗渡陳倉 顧忌重演 最近我看了網易上 瘋狂的刷那個杭州爸爸 就跟這事有關係 明白這意思 行了今天的最重磅 上最後一個上海第二宗江文華案 這可是個又讓人悲傷的故事 是這麼回事 7月6號這天正好是復旦江文華 殺復旦黨委書記的滿一個月 上海陽土區的同濟大學院裡邊 又發生了一期海歸博士殺人案 丁著大學了 據7月6號這天國內網友任宣瑜微信爆料 說上海市政設計院的所長被割喉了 繼復旦之後一個月之內 第二期海歸博士殺人了 發不了圖片會被和諧的 那肯定得封鎖啊 這圖片 另外還有網友爆料說 事發原因是什麼呢 到期沒續聘 把小領導抹脖子了 根據網友拍攝的現場圖片顯示 一人倒在一幢建築的大門前 身邊的一片血跡 幾位警察已經到場了 這是最近一個月裡頭 上海連續發生的第二期海歸殺人案 是啊 上海楊浦區公安局的通報顯示 案發地點是楊浦區中山北二路的一個公司 上海市政工程設計院地址就是 在上海市楊浦區中山北二路 901號的同期大學院裡邊 跟這個網傳消息十分吻合 7月6號那天楊浦分局官微發消息 7月5號下午5點10分 楊浦區中山北二路一公司內 發生一起持刀傷人事件 案犯的嫌疑人劉某 男34歲 該公司的員工已經被控制 被害人徐某 男38歲也是該公司員工 已經送到醫院 但是搶救無效死亡 經初步審訊劉某交代 因工作妓院持刀傷害徐某 目前劉某已經被刑事拘留 案件正在進一步偵辦中 上海當地的網友在社交媒體上 確認了部分細節 說 坐標上海市政設計研究院 楊浦區今年太不吉利了 徐旦統計都跟這還都出事 就目前了解的情況 還很難判斷這個裡邊 具體的是非應有 包括他們具體身份 有網友說 被殺的可能是所長助理 也有的說是黨政官員 不管怎麼說 這是中共技術人員 對管理層的一次襲擊 手段完全複製 徐旦江文華的報酬方式 讓民間震驚 讓中共官場的人 不寒而栗 權力的傲慢 最終給自己帶來了殺身之禍呀 中共權力的傲慢人們看得越來越多 越來越扎眼 但是除了反感沒有起到黨 希望起到的威懾作用 倒是底層的憤怒和發作 讓老百姓釋放出更多的同情和同理心 甚至出現群集仿效 鋌而走險的社會效應 因為他們已經失去了生活的希望 這就是習政權領導下的中共 給自己設下的一個魔咒 傲慢狂妄暴躁殘忍 直到被自己的傲慢和殘暴 以及自己制造的敵人 擊倒滅亡 小鼠了 身體需要消鼠 大腦更需要清醒清涼 那些黨的忠實走族 還要走族頂層的一尊 您看明白他們的未來了嗎 好嘞 送人好茶手有餘香 歡迎您訂閱分享 老北京茶館 下回節目再見 再見